以下是今日焦点 英国曼城华人的居留历史 虽然比不上利物浦禁年代九元 但最少可以追溯到60年前 时至今日 曼城拥有伦敦以外 英国最大的华人社区 但在市政府的华人档案里面 就只有几张的明信片 曼城华人之家既经努力 终于申请到拨款 为当地华人建立第一个历史档案 记者郑焕治 在曼洛斯特报道 2000年的时候 我当时黑球什么都不懂 后来他们邀请我去看 原来图书馆的地下下面有几层 有十五、六层 去到最底层 然后我才看到 一个箱子、一个箱子 装满东西 让我看的是犹太人的历史档案 他做得很好 有文有路 但他所有的东西 是很平民化的 以前对我来说 历史是很重要的人才可以有历史 才可以有自传 而且是国家大事 历史 所以你说一个这么平民百姓的东西 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历史呢 原来不是 是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的 后来我就问他 还有其他的民族 好像印度人、巴基斯坦人 他们有少少 我问中国民族这么大 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历史 他告诉我 没有 完全是没有 让我看的时候 只剩下四张的 postcard 和一张旧照片 我说不是吧 我觉得很羞耻 我们中国人没理由没有 这么多人 你说什么人才都有 由医生至律师至什么人都有 中文学校 曼城中文学校都有八间 没理由没有一个历史档案 所以我就决心要做这个历史档案 但我开始的时候 原来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容易 一个新移民 对他们来说 你跟他们讲历史档案 多余 因为不重要 我最重要是说 我今天有公开 我今晚就有粮出 历史档案 不是不做 不是不重要 先放在一边 让我有空 或者是让我退休 让我有时间 我当时在学校里面 我打算是很容易的事 在学校里面 每一个家长一份 我都会收到几百 用什么意 原来不是 有一件事就是说 原来跟他们讲的时候 是很多人很抗拒 就认为我不可以 将我那些历史的东西 我家里的东西给你 或者是告诉你 或者是给你拍照 不行 那我就会感觉到 原来处处都是碰到 王立威经过先后八次申请播款失败之后 终于同城市档案馆和曼城科学工业部网合作 才在去年落实了四万五千镑的播款 展开组建华人历史档案资料的首阶段工作 但很快他就遇到了另一个考验 这个份人工不是给我的 是给那个请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专业做这个厄靠的 因为我自己想过普通的事 我们本来初初说要找一个中国人来做 原来我们中国人是很少人懂得厄靠的 那后面请了一个英国人 除了英国人就大劲了 就变成了我就要去负责 就是所有那些翻译了 就变成了我好像同他一人一半这样做了 这个虽然是华人的档案 但参与平坐的六十多名义工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他们经过一年的努力 访问了五十多人 终于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 从二月开始在曼城科学工业博物馆正式站出 紧张 字幕志愿者 杭文字幕 través Guillermo 军